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第五章呢是工程网络计划技术 也就是俗称的网络图 网络图这部分呢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它也属于纯知识性的考点 那么我们不仅是考经济识 你未来跟进度控制有关的所有的识 肯定都要用到网络图 一造二造一件二件 这个招标取消了 监理 所有的都会用到 而且它应该算一个普遍的真理 如果你彻底掌握了以后 它是出了一旁通的 这部分的分就可以得满分 这应该是有可能的 你是纯一个文字性知识点 我们得满分不太可能 但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了 我为了应付考试 有些考题是很难的 没必要过度关注 咱们叫它写的还挺深 甚至比造价师写的还要深 详细解读的很多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呢 关于节点 我们网络图的一般来讲 你建造师里面不讲节点 是吧 那就讲个双代号 单代号 石标网络图就完事了 二件里边呢 又把石标都去掉了 对吧 那么造价师里边也提到过节点 但是有很多特殊情况 他没说 我是被书上了 还说的很详细 但注意 我们会给你解释 那些特殊情况 但是它不是附近的重点 是吧 我为什么要讲那些 所谓的不是重点的难点呢 就是怕某些同学 钻牛角尖 我们会给你讲明白 但是你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去重复的看它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任务 就是及格 好啊 要想变成网络图专家 我们需要持续努力 那这不是我们啊 复习这种应试教育 所需要花的精力 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 把重要的考点掌握住 能得分就行了 好吧 好了啊 那这一张内容 当然也很多啊 这是考刚才提到的一些要求 是吧 让我们理解啊 网络计划技术特点 分类啊 编制的方法 怎么绘制 他不会考你怎么画 但是可以怎么考你呢 给你画一个图 让你看看哪画错了 是不是 分析网络计划当中逻辑关系 啊 紧前紧后 是吧 然后呢 平行顺序等等这些 你不要画一个图 这对不对 啊 那对不对 然后按照汇数规则 编制双代号和单代号网络图 啊 进行时间参数的计算 时间参数呢 包括工作的 啊 这个你不管单代号双代号 是吧 都有工作的时间参数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最迟完成 最迟开始 最后视察 最后视察 对吧 还有节点的 节点的最早时间 最迟时间 确定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 是吧 然后呢 理解双代号 时标网络图 在波停线的 哎 他的一些规则 判定 时间参数 有的呢 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是吧 当然了 那么这个双代号 时标网络图呢 他的计算的话 如果计算 一般是用单代号的公式 这回头咱们来个的说 是吧 然后呢 最后还有呢 他的检查 啊 调整 啊 那么前锋线呢 列表比较法呀 啊 等等这些内容 那 其中呢 网络组 时间参数的计算 包括计算工期 总视察 自由视察等等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他们的特点 这个毫无疑问 属于B考的考点 啊 分值呢 应该也会相对比较高 案例应该会 肯定有一个 啊 这这不就八分了吗 剩下你再考十分左右 啊 没问题 啊 他应该跟第二张差不多吧 啊 应该二十分左右 啊 或者十五到二十分之间 啊 这个呢 大家不用猜 他每年也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总之 这张的 是我们 复习的重点和难点 啊 好了啊 他的框架呢 大约呢 包括这五节 啊 第一节呢 比较简单 是一个概率性的介绍 是吧 进行一下他的基本的分类啊 特点啊 程序啊 逻辑关系啊 很简单啊 概念性的 第二节啊 第三节 第四节 这三节呢 分别介绍了三种比较重要的网络图 就是呢 传统的双代号网络图 是吧 单代号 然后双代号 石标网络图 啊 这三节相互独立 当然肯定有关系了 啊 有它的关联 小标题都差不多 绘图规则怎么画 是吧 参数是计算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这两件基本一样 这个双代号 石标网络图呢 它的参数叫判定 是吧 判定 也可以算是计算 也可以根据图来看 啊 这个一会儿咱们得挨个说 好吧 最后一节呢 是实时当中的检查和调整 啊 检查和调整 啊 检查分析啊 调整方法 好了啊 下面咱们就挨个来看一看 啊 它的这个框的结构呢 每一本书都大同小异 啊 我们这本书上写的 还是比较完美的 啊 它的难度和深度 甚至超过了造假师啊 依造的王图 呃 没有发现明显的错误 好吧 这个咱们挨个看一看啊 比建造师写的好 啊 建造师教材 有些观点 或者有些描述 是有问题的 啊 好了啊 咱们下面看第一节 第一节呢 是公共网络计划技术的特点和应用 就简单介绍一下网络图 是吧 呃 包括它的特点和分类啊 应用的程序 还有呢 逻辑关系啊 逻辑关系啊 那么这三个方面啊 三个方面 好了啊 下面呢 咱们分别来看一看 这节的啊 主要内容 第一个知识点 网络计划技术特点和分类啊 这个都是干净性的内容 比较简单 公共网络计划技术呢 是指啊 用网络图 是吧 来表示 公共网络计划任务当中的各项工作的进度安排 用网络图来表示 并在计划的执行当中呢 实施动态控制 动态控制 那么他与传统的干测图 就是横道图 相比有这些优点 反正这个呢 一般的地方 他是先介绍一下横道图 说一下横道图的特点 这个是反过来了 网络图与横道图去比 优点是什么呀 可以清楚的表达 各项工作之间的先后顺序 也就是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 在图里边呢 就表现为工作间的先后顺序 A工作完成以后 B工作才可以开始 逻辑关系 可以清楚的表达 无论单代号双代号都可以 再有呢 根据时间参数计算呢 可以确定影响总工期的关键工作 具有机动时间的非关键工作 明确进度控制的重点 重点是谁呢 重点当然是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发生延误以后 一般来讲会影响工期 是吧 非关键工作呢 因为它有总时差 在总时差之内延误了 不影响工期 那控制重点当然是关键工作 是吧 然后根据参数的计算结果呢 可以啊 根据资源约束条件 工作目标 是吧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 优化资源配置 降低成本 缩短工期 并且提出合理的目标调整方案 这是相对于横道图来讲 横道图呢 不能清楚的表达逻辑关系 不能确定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是吧 也不能进行发动调整 和资源调配 所以相对来讲呢 网络图有这些优点 是吧 后边还有 可以呢 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优化配置 有利于呢 动态分析和监控 这是优点 缺点呢 不够简单明了和形象直观 这方面呢 稍微差一点 是吧 当然了 双代号跟单代号呢 有各有不同 这是它是和甘特图 也就是横道图 就这样画 是吧 这完了以后 再画这个 是吧 比如说我画流水工期 流水作业 经常用横道图 相对比 这个知道这个意思就完了 下面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网络计划的一个分类 公众网络计划呢 是建立在网络图几股之上的 网络图是什么呢 是由间线和节点组成的 有间线和节点组成的 用来表示工作流程的 有向有序的网络图 有向有方向 一般是从左向用画 有向顺序的一个图 那么网络图的分类呢 有这么几种啊 说往立了几种 有些我们是经常见的 比如说呢 双代号 单代号 是吧 双代号 实标 网络图和非实标的 一般就这两种 是吧 那么按照表达形式来分 分为双代号 单代号 什么叫双代号呢 单代号呢 但这个咱们在第二节第三节会响应在讲 双代号是什么呀 双代号就用两个节点编号和中间的连线来代表一项工作 工作A 是吧 工作A有两个节点编号 这就是双代号网络图 后面再来一个B2到3 或者2到5就行 是吧 这是工作B 它时间两天 这个时间五天 是吧 两个节点积极编号 加中间的连线 代表一项工作 那就是双代号 单代号呢 是什么呢 一个节点积极编号 这个代表一项工作 工作A 编号是一 时间呢 是两天 是吧 这就是单代号网络图 它是根据什么呢 表达形式不同 来划分的 呃 根据性质呢 分为肯定性 非肯定性 根据目标呢 单目标 多目标 咱们一般讲都是单目标 根据有没有时间坐标 分为双代号 石标 和非石标 是吧 就是一路特殊 它有石标 层级单级多级 根据搭接关系 搭接关系分为呢 普通的 搭接的 还有流水 知道这个意思 就完了 在一件里边呢 还讲了一个单代号 搭接网络图 是吧 这咱们就一般就不管它了 知道这个啊 知道单代号 双代号 是根据什么呀 表达形式 来分类的 就可以了 好了 下边呢 看两个图 啊 公众网络图 分为单代号和双代号 是根据什么分的呀 这是根据啊 表达形式 是吧 根据表达形式 分为了单代号啊 和双代号 好 下一个指示点 公众网络计划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一个顺序 我要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但这一节呢 其实完全可以啊 揉到第二节里去 是吧 知识点啊 内容很少 那网络图的应用呢 首先是准备啊 计划准备阶段 先呢 进行调查研究 是吧 确定目标啊 等等 当然了 你在每个部网络里边啊 也有具体那种 调查研究研究什么呀 是吧 当然了你想啊 我要啊 应用一个网络计划技术 用一个网络图 去表示我们的项目 首先呢 调查研究呢 任务的情况啊 条件 相关资料 是吧 有个标准定额制度 资源 相关的资金 等等这些啊 调查研究 然后确定目标 这个要看一看 目标分别什么呀 分别三类 第一类时间 主要就工期呗 啊 我们要用网络图 主要是控制进度 是吧 所以首先是时间目标 也就是工期 第二呢 是时间资源目标 这是我们进行控制的一个方面 通常会考虑啊 资源有限 工期最短 或者是呢 工期固定 资源均衡 这两类目标 资源有限 我就有一百个工人 我就有三台挖掘机 我就有什么什么资源 在现有资源情况之下 如何安排 时的工期最短 或者是呢 人家规定了 工期一百天 是吧 在这一百天之间完成 那么资源均衡 啊 资源均衡 再就是实现成本目标 这个也很好理解 是吧 在限定工期条件下 寻求税低成本 或者是呢 你私有安排时间 看看如何安排呢 成本最低 啊 那么这是几个方面啊 简单说呢 其实就一个是控制时间 一个是控制资源 一个是控制成本 啊 这是进行目标啊 目标确定 下边呢 开始画图啊 绘制网络图呢 首先进行项目分解 你这个项目ABCD啊 这些工作哪来的呢 分解来的 你盖一个 盖一座楼啊 铺一段路 是吧 包括哪些 施工段 哪些工作 哪些工艺 等等等等 是吧 项目分解 由粗到细 是编着网络计划的前提 控制性的网络计划呢 就变得粗一点 是吧 实施性的呢 当然就细一点 控制性的啊 比较粗略 具体指导实际工作的呢 实施性的啊 就细一细 然后分析逻辑关系 工作分完了 ABCD 是吧 N下工作 如果项目很复杂的话呢 那工作会很多呀 根据施工方案 是吧 资源的供应情况等等 分析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啊 逻辑关系 这时候呢 既要考虑施工的程序 工艺技术 还要考虑什么呀 组织安排啊 这个逻辑关系 后边我们会讲 逻辑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呀 一个是工艺关系 比如说 你必须先发基槽 再做电层 再砌基础 再灰填土 对吧 这是工艺 再一个是组织 组织安排 我只有一台设备 我只能先干A这段 再做B这段 然后再做C这段 是不是 这都属于逻辑关系的范畴 啊 分析他们的逻辑关系 然后呢 绘制网浪土 啊 关系定了 是吧 A先干 然后是B 然后是C 等等等等 是吧 选择适合的网浪土 一般来讲呢 是吧 单代号 或双代号 可以是单代号 也可以是双代号 或者是十倍忘浪土 是吧 他们呢 各有优缺点 这个咱们在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分别介绍 这个仨 是吧 然后呢 就是时间参数的计算 是吧 嗯 这个一般来讲嘛 是算工作的时间参数 那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最迟完成 最迟开始 两个视差 然后呢 确定关键线路 和关键工作 啊 那么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关键节点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就是概念里边 比较难的一点 是吧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肯定是关键工作 但是 由关键工作 组成的线路 是关键线路吗 哎 双代号里就是 单代号里边就 不一定 那关键工作 两段的节点 肯定是关键节点 但是呢 但是呢 两端节点 是关键节点的工作 一定是关键节点 关键工作吗 是吧 就两端节点 都是关键节点 那么这工作 一定是关键工作吗 没准 关键线路上的节点 肯定都是关键节点 但是 把关键节点 连起来 这个线路 也不一定是关键线路 那这个别着急啊 有点绕口令了 是吧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他们的概念 怎么判定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难题 啊 纯概念题 计算题 没有难的 啊 计算题的难点 无非计算概念的应用吗 二十一年的加坚法 只要了解概念 是计算题是很好做的 是吧 关键就是把这个大题 整的稍微狠一点 以下说法正确的事 可能会出现难题 是吧 别了急啊 慢慢来 呃 参数计算 是吧 根据经验和定额 计算持续时间 然后啊 每工作需要几天干完呢 这是需要你判定的 或者是给定额来算 再次基础之上 是吧 计算 最早最迟 是吧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最迟开始 最迟完成 两个时差 这是工作的啊 节点的 最早最迟 还有呢 相邻两个工作之间的 时间间隔 这个呢 一般在单代号里用的多 呀 单代号里边要求 相邻两工作之间的 是吧 这个时间间隔 啊 在这个双代号 十标红图里边呢 就是那个波形线 是吧 它就代表两工作之间的时间建构 最后呢 确定了它的工期啊 记载工期 工期定理后呢 下边可以判断啊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啊 等等吧 这个我们分别在 双代号单代号里边 啊 咱去看 是吧 下边来是网络计划的 优化阶段 啊 按照你 疾病的 条件 材料 资源 确定了 想要顺序 记载完了它的工期 最后发现可能有问题啊 工期超了 资源不够 成本太高 是吧 下边可能需要优化 是吧 优化 包括工期的优化 费用的优化 资源的优化 三种情况 啊 工期好理解 加速 是吧 费用节约成本 资源均衡啊 等等这些 然后优化完了以后 编织正式的网络图 啊 正式网络计划 根据优化的结果来编织 付说明书 是吧 说明编织原则和依据 执行计划的关键问题等等 啊 编织正式的 然后呢 就执行了 啊 执行呢 进行动态的比较分析 啊 收集实际的数据 啊 进行实际值和机构值的比较 判断是否有偏差 分析原因 有偏差了 找到原因了 怎么样的 调整 纠正 是不是 调整 当实际度存在偏差 且需要调整的时候 选择方法啊 来调整它 以满足目标 动态调整 呀 这才执行阶段 是吧 也看两个题吧 是吧 下列科研当中 不属于优化的事 优化就三个 工期费用资源 不属于的 哎呀 是吧 质量优化啊 不属于 是吧 好了啊 这节的最后有支持点 啊 逻辑关系 这刚才咱们也提到过的一点 是吧 工作间的先后顺序关系 就称为逻辑关系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它有两部分组成工艺和组织 这咱也解释了 工艺要求的 是吧 你必须先挖鸡草 再做电层 是吧 哎 这是工艺关系 组织关系 啊 由于一般来讲 由于资源的限制 啊 我只有一台设备 所以插上了A 之后 才有B 工艺关系 啊 就是呢 生产性工程之间 有工艺过程所决定的 啊 非生产性工程之间呢 有工作程序决定的啊 先后顺序 比如你呢 必须先报名 再考试 再及格 再拿证 是吧 这也算一个啊 工艺关系 组织关系呢 是由组织安排的需要 或者资源 是吧 调配的需要 而确定的先后顺序 啊 双有例子 是吧 前面先织模 再扎金 再胶筑 这个呢 织模一 织模二 织模三 是吧 那这个它分别属于 工艺关系 组织关系 他们在图当中 均表现为工作的什么呢 先后顺序 图当中都是 有代钱 在后 下面的关系呢 是吧 仅前仅后和平行 很好理解 是吧 呃 什么仅前 什么仅后啊 啊 看一个就完了 啊 仅排在某工作之后的工作 那就是仅后吧 是吧 呃 A工作 完了以后呢 B工作开始 那么A就是B的仅前工作 B就是A的仅后工作 A完了以后呢 BC两个同时可以开始 那B跟C呢 就是什么呢 平行工作 同时进行的 那就是平行 啊 好吧 先行后细 是吧 先行后细 那这个呢 也好理解啊 先行的 从起点开始 顺着箭头的方向 经过一系列 界线上的节点 到达某工作为止的 各条通路上的 所有工作 都成为 该工作的 啊 先行工作 啊 你最近那边一 啊 然后呢到二 是吧 二来到三 三到四 啊 到这吧 这工作地 是吧 那么ABC 都是D的 是吧 先行工作 他还可能很多 有很多岔路 是吧 有很多岔路 那么这些只要最后啊 啊 你到达他了 那这都属于 这工作的 先行工作 后续呢 也一样 那也一样 从工作啊 之后开始 最后到的终点 所有的工作 都是他的后续工作 也就是说 D工作 完了以后 某些工作 才可能开始 实施BBC 完成的 那就是后续 啊 这个呢 一般也不会考啊 知道就完了 网络计划中的逻辑关系 有什么决定 有什么呀 公益关系和组织关系 是吧 在网组当中 均表现为工作间的 先后顺序 公益和组织 啊 两个方面 好了啊 那这些呢 很简单 啊 这一番来讲呢 最多考一分吧 是吧 呃 三个方面啊 他的基本的特点啊 程序 逻辑关系 稍微需要知道一点 因为像这些呢 咱们后边还都会讲 是吧 就优化 那三个 一个是什么 时间 一个时间和资源 一个时间和成本 是吧 把这个搞清楚 再一点就是呢 逻辑关系 包括两方面 公益和组织 在图当中 均表现为 什么呢 工作之间的 先后顺序 啊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到这